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5日 星期日 今節跟大家討論中方的制裁 遭受強烈恥笑 這個就是 早 昨天已經想說了 遲了半天再說這件事 認為也有必要分析一下 現在中國大陸 應對著美國的制裁 正當這個 建制派以及 中方 說美國 制裁 很軟弱 只懂得經濟制裁 只懂得一把口 又不夠強力 正當 話音未落 中方竟然 用 在他口中相同的軟弱 軟弱無力的制裁方式 回應 美國制裁 七個中聯辦的副主任 所以真的很好笑 你剛剛才恥笑完 說美國那個 制裁沒有力的 我不怕你 用相同的方式 類似的方式去制裁 美國的七個 人員和實體 既然你剛剛才說沒有用 為什麼你又用相同的方法去制裁呢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大家在玩 制裁遊戲 當然我們就是深信 就算 那個 內容 例如我不讓你用你的銀行 我不讓你用我的銀行 你不讓我用 你的銀行 也好 表面上 互相對等 的 相同制裁 當然美國的制裁 遠遠高於 中方的影響力 所以換句話說 中方採取 跟美方相同的制裁 行動的話 絕對是中國大陸 就是向美國示弱 先跟大家說說報導內容 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支持我們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還有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升旗易得道 以及 後備頻道 升旗易日報 請大家幫我們 點擊廣告 手動點擊 以及打開 節目清單 無限度播放 希望大家繼續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這個黃色媒體 最近的 節目 小啤的節目就是越來越受歡迎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他 希望大家繼續鼓勵一下傑仔 傑仔 他覺得追不上來會很不開心 所以大家幫忙 繼續點擊 星期二晚的新聞 還有York很久沒有出片了 我們會繼續鞭撻出片 因為他幫我們 在做Facebook Page 接下來 7月底 還有一位做香港新聞的主播 我會加入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我們現在有很多女將 我們以前就是和尚寺 Toney渣 還有John Connor 整班都是男人來的 今年開始 搞新聞部多了很多女將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不說那麼遠了 免得經常被人說我們差得遠 這個是法定廣告來的 一定會說的 沒辦法 回到中方制裁 話說7月16日的時候 美國對香港發佈 商業警告 警告外界說 北京正在 在蠶食香港的自由 也是在利用 港區的國安法 還有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導致香港的營商環境 越來越惡劣 還有財務 還有法律上的風險大增 也宣佈加碼制裁香港 跟國安法相關的官員 於是就制裁了 就是7名 就是中聯辦的 副主任 中國 對於美國的舉動 針對這件事 決定採取 相同的反制措施 就是用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對 7個美方人員 以及實體 實施制裁 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威嚇 第一件事就是白宮出來 就是 就是 幾個大字 就叫做放馬過來 白宮出來正式回應 就說我們不怕你報復 是不是 你軍事報復也不怕你 何況你是經濟報復 或者是其他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你那些算不算是經濟報復 其實 你那個制裁的內容 就是 就是 不明所以 又沒有任何的影響力 這是中方第一次動用這個反外國制裁法來制裁 7個美國人員 以及實體 但是 是不是第一次動用這個反外國制裁法呢 其實一點也不重要 法律對共產黨來說 是不存在的東西來的 他完全是當成是一個工具來的 完全是 跟一枝士巴拿一個螺絲批沒有分別 他喜歡說用就用了 完全不是法律來的 不需要 通過的 其實沒有任何民主授權 他喜歡招令直改 甚至乎有法律也不跟 對其他人有效 對自己沒有效的 那些也不算是法律的 所以其實他是不是根據 反外國制裁法去制裁美方人員呢 根本 就是一點也不重要 就算他沒有反外國制裁法 他也一定是會 反制的啦 不過他反制也是一樣那麼廢的 美國當時就是制裁香港 中聯辦七個副主任 包括陳東 何靖 盧新寧 壽紅 還有譚鐵牛 楊健平 尹中華 上榜的這些中聯辦 官員全部在美的資產 遭受美國凍結 美國會限制他們入境 中方針對著美方的這些 所謂商業事件 以及這個制裁令 宣佈要採取反制 在中國外交部正式宣佈 根據《反外國制裁法》對七個美方人員和實體 實施制裁 為甚麼這個報道要重重覆覆 根據中國外交部官網發佈 制裁的美國人包括前商務部 部長羅斯 還有美國 會 美中經濟 基安全檢討委員會 英文是USCC 主席是白嘉寧 還有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前辦公室主任 史提佛斯 還有美國民主國際事務協會 NED 金道雲 還有美國國際 共和研究所 在香港授權的代表 阿當金 還有人權監察組織中國報 主任 李查心 總共六人 剩下第七個 大家可能會稍為熟悉一點 香港民主委員會 HKDC 這個應該是袁爸爸也有說過 袁爸爸也很熟悉美國 他也說到了 這個 HKDC雖然也是有工作的 但是他們那個 作風和立場 傾向跟香港的泛民差不多 這個我們就是 很無奈 香港人絕對 不需要 就是再說什麼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你制我也不制 還跟我們說一國兩制 這是一個笑話來的 我們 可以很肯定說 美國的 HKDC 香港人99% 絕對 不會接受 基本法框解一國兩制 所以如果你 再向這個方向 走的話 你就是跟香港人 背道而馳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繼續說 美方炮製的所謂香港商業警告 無端抹黑香港營商環境 非法制裁多名中國 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官員 怎麼非法 怎麼非法 人家根據美國法例做的 怎麼非法呢 根據 中方的反制裁法 制裁美方的人員 也是非法的呢 所以 跟共產黨說法治 又煩煙 又無聊 繼續提醒大家 我應該會每天都說 麻煩 繼續 寫信 去美國 給議員 寫信給英國議員 寫去 加入制裁名單 大家不要再跟我說 沒事做了 來到英國 我們有甚麼可以做 我們去集會 寫信 坐下寫信 你省回一張車票 不要買票 去那麼遠 乖乖地 把你的七磅八磅 你那幾十元留下來寫信 當然你可以去集會 我認為你應該就是把這個訴求跟那些搞主辦 集會的單位繼續說 假如那些主辦單位 斷然拒絕我們的要求 我認為那些主辦單位 就是有問題 香港 香港的抗爭運動 是相當前進的 看著2019年 一直每一樣東西升級 我們沒有理由 去到英國的集會會反組的 沒理由比 在2014年之前的集會 如果你說要反組 我就一定是不會接受的 我們也不會接受支聯會式 的六四集會 我們現在不是把 香港的支聯會搬過來 繼續搞六四和平集會 六四和平集會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more than that 你不可以 再是 繼續 即是 幾十年 搞我祝光晚會 那就算了 我們再說一次 香港人 不會接受 我們 一定不會接受 說說說 覺得自己好像習近平說話那樣 十四億人民會說不 不理過頭 不要說我騎劫了 我也挺肯定 大量的人 我們有大量的手足 有大量的香港人 大家的要求其實真的不複雜 也沒有理由要去到就是好像2014年 2014年就是 集會有大台的 那時就是民主派有大台 那為甚麼會發生 拆大台和沒有大台事件呢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2014年發生的事 就是因為又是 搞集會 拉著大台 拉著咪高峰的人 不停地叫你做一些交易 到最終就發生了 所謂本土派崛起了 就是對於 他們的行為 跟他們 請求的那些訴求 就是要說不 於是就有人上台就是搶咪高峰 當時的事情就是這樣來的 這件事我覺得 是有機會 我覺得是有機會 會在英國會再發生 大家就留意一下 其實很簡單 大家也知道 基本上 基本上不是完全 就是一個勇武的支持者 甚至乎我覺得勇武也形容不了我們主張的東西 我們跟 袁爸爸的主張是很簡單的 建國 不惜 如果有需要用武力就用武力 不用當然是最好的 永遠不用是最好的 所以這是廢話來的 我們也贊成的 犧牲越少當然是越好的 最好我們不費一兵一卒 就勝利 但是問題是 假如真的需要犧牲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 要付出代價 做這件事 是有必要的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好了 說了那麼久 中方的制裁到底內容是甚麼呢 除了把剛才那堆人列入名單上 事實上中方的制裁 是不明的 到底他的內容是甚麼 怎樣對付剛才所說的人呢 禁止他們 使用中國銀行戶口 禁止他們就是再次進入中國 說真的 誰會去呢 一個這樣的地方 走進去 隨時被你軟禁 然後就是 沒有人知道你去了哪裡 一個這樣的地方 最沒有法治 最沒有人權保障的地方跟你說法律 這個世界 最無恥就是 那些 幫中共在做幫兇的人 繼續在假扮 假扮法治之下的法官 這個我真的覺得 不可以原諒的 我這一生人裏面最討厭這些人 好了 跟大家暫時就分析到這裏了 大家真的希望 化你們那個 轉化你們的力量 變成行動 這個不是我想出來的東西 絕大部分的 知道 做開政治lobbing的人都知道 你是這個地方的人 你寫信給議員是一個最大最大的壓力 我們應該去集會的時候 嘗試將這一種訴求 亦都要拿出來說 直接要 那些所謂集會 拜託你的agenda不要那麼無謂 你和我直接 新增加一些 就是要制裁的對象 好嗎 這些要夾著那個agenda 來到英國 你更加不要應該 做一些騷擾的事情 一定要夾著 繼續向前走 這個 你每一個參與集會的人 都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你才是集會的主角來的 不是主辦單位 跟香港的抗爭一樣的 我不是因為你有 大台在這裏 我們才來的嘛 是因為我們有抗爭者 因為我們抗爭 是我們形成的那個人海 不是因為 有人 拿了不反對通知書 所以我們去 大家不要本末倒置 這件事不應該反轉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